我拿一个薄老家 拿一个草莓的 再来点油素的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小矮店这边 猜猜我今儿个来吃点吗 扫饼王 先来扫饼王 买两个扫饼 我拿一个薄老家 拿一个草莓的 再来点油素的 来个五个油素的 看一下姜表 姐姐 我拿一个牛肉的 然后再来一个红果的 不要憋的 6块5 4块钱了 哎 好嘞 买好了 人太多了 看一下多少人 油记臭豆腐 我不要说多少想餐 还拉着多拉着 姐姐 重份的多钱一份 10块 能爽拼吗 来一份重份的 爽拼的 10块10块 复好了 姐姐 您这有汤匙 有 素份多钱 2块 那个岸顺丹呢 10块钱3个 哦 要一个是多少钱 3块5 3块5 我再来一串岸顺丹 还有一串那素串 姐姐 那扎串付好了 辣子来一点 好嘞 谢谢 这边有点儿肚子 也能做 哎 看两家有合作 姐姐 您家笋梅汤多钱一瓶 3块钱 3块钱 哦 来一杯笋梅汤 3块钱 这感觉有点儿像白皮的感觉 这是哼果馅的 看一下 这扇饼啊还真不错 得借着吃 酥的掉皮 酸酸甜甜的 你就看这扇饼多酥吧 你看一摇啊 这杂就往下叼 尝这臭豆腐吧 哇 这辣子还挺辣 哈哈哈哈 他家挠这卤啊 是灵魂 他家脆皮的臭豆腐呢 就有一层面包炸 吃起来这个外皮呢 哎 相对更加速炊 没有面包炸的 哎 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这吃起来就中规中矩 但是他这个味道呢 灵魂就是这个卤 他这个卤挠得挺好的 哎 吃得挺香 然后他这个蒜香呢 也刚刚好 还有就是这辣子油 哎 挺辣的 但是香香辣辣的 他家脆皮的臭豆腐呢 口感更好 然后不是脆皮的臭豆腐呢 口感就中规中矩 然后整体来说 这味道敲得特别好 看这鹌醇蛋 这鹌醇蛋就是中规中矩 正常鹌醇蛋的味道 然后这粉叠酱呢 就是蒜甜口 还可以 尝尝二斗的蒜梅烫 五莓的味道挺浓郁的 蒜甩甜甜的 哎 挺凉肾的 对吧 才三块钱还要骂这种色 挺好 看这树串 看那样吧 嗯 这树串还挺好吃 的 这种臭豆腐就是小的时候 小学总学门口 还推四本卖的那种臭豆腐 这种臭豆腐呢 主要就是那个炉 哎 那个炉的味道呢 哎 特别贯尖 现在这种臭豆腐 想对来说就挺勺了 看这牛扫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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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牛扫子 挑味挺好的 就吃起来不会觉得咸 还有这个臭味呢也刚刚好 并不吐 都吃完了 咱最后把水梅烫喝 喝完了 挺好 您的觉得我今儿个这顿晚饭 搭配的如何呢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还要留言点赞 扫长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